这个女人名叫布兰达 是一名警长 今天的死者是从水里打捞上来的 两名潜水员在检修码头的时候 发现有东西卡在伏伐下面 下去检查的时候发现了这两具尸体 死者身上没找到任何可以证明身份的证件 并且已经在水下浸泡超过两个星期了 这给确定死者的身份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从打捞出来的衣服碎片判断 死者应该是一个成年女性和一个四到六岁的女童 两个人是绑在一起的 因为附近没有看到死者的车 于是布兰达让警员先去问问 看一个月内是否有车辆被拖走的记录 另外还需要查查失踪人口记录里 是否有符合条件的人 现场的尸体已经完全没有查看的意义了 布兰达只能看了看打捞上来的遗物 这里面只有一双小孩的鞋子 却没有见到女人的鞋子 因为小女孩的背包写着日文 所以推断这两人应该是日本人 很快警员就告诉布兰达 最近一年这附近都没有拖车的记录 那就奇怪了 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孩子还有潜水袋 还没有穿鞋 你们来到这里的吗 回到警局 警员们把查到的信息都进行了汇总 他们从小女孩的背包里找到两张登机牌 可以看到飞机的航班号日期和航空公司 但就是名字都糊在一起了 所以没办法确定被害人的身份 好在组员里有一名会日语的 于是他简单地汇总了一下他们能看出来的字母 听出了一个完整的名字 很快这两个人的身份都查到了 是一名28岁的日本女性带着他4岁的女儿 两人订的是往返机票 他们还查到死者竟然在洛杉矶 有房子有驾照 于是布兰达意识到他们搞错了方向了 因为女人不是从日本来美国旅游之后再返回日本 而是从美国回到日本探亲之后又回来美国 怪不得母女俩失踪了这么久都没见到有人报案 报案的人应该在日本 于是布兰达让警员联系日本警方 看看是否有相关的失踪报案 还要查一下机场的监控 看看是否能找到这个女人跟他女儿的踪迹 布兰达按照女人登记的房产地址 跟一名警员一起来到他家 没想到刚到地方就看到一个男人 开着死者的车从房子离开 于是布兰达跟了上去 他想看看男人要去哪里 结果男人把车开进了修理铺 难道是想要销毁证据 于是布兰达把他拦住 假装是普通刑警询问他为什么开别人的车来这个地方 男人说我开的是我老婆的车 这家修理铺是我自己开的 布兰达又问男人他老婆在哪里 男人说去了日本 布兰达没有直接说出他们的来意 而是借口查案对男人的车进行了简单的搜查 之后又把他带到警局来问话 布兰达先是试探让男人联系他的妻子 可男人说找他妻子这件事应该是警察的事 因为他在六个月前就跟警察说了 但警察根本没当回事 布兰达也奇怪 因为他们没查到任何相关的报案记录 于是男人说 他的妻子在六个月前留下一封信就带着女儿离开了 他在信上说要跟男人离婚 还要带着孩子回日本 男人没办法阻止妻子的决定 但他不同意妻子私自带走女儿的做法 他跟警察反映了情况 但警察却说他妻子并不违法 因为男人不是美国公民 男人为了找到妻子和女儿还联系过他在日本的家人 可他们说根本没见到过妻子 这个时候从日本警方那里得到的牙科记录对比结果出来 跟死者的完全吻合 终于可以确定了这两具尸体的身份 确实就是男人的妻子和女儿 布兰达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男人 一开始男人并不相信他的话 可当他拿出一双孩子的凉血 男人看着凉血失声痛哭起来 布兰达只能暂时离开审讯室 本来他还挺同情男人的 可一出来就得到了一个消息 他们在安德鲁的家里竟然找到了另外一对母子 这个女人声称是安德鲁的女朋友 两个人已经在一起两个月了 这就离了个大谱了 刚才还在上演妇女情深 这会儿竟然发现男人早就已经找到下家了